近期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 深圳前海合作区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 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仅仅11年时间 从一片贪图到如今高楼林立 无数的首个第一次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诞生 深圳前海逐渐成为许多港澳台人才 在粤港澳大湾区闯人生创事业的首选之战 于宗良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自由贸易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研究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课题 他在接受中兴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方案的提出既推动深圳的改革发展 同时也对香港发展有重要意义 前海的新方案 一句话概括就是前海模式按下了升级键 就是不忘服务香港的初心 在开门通编都强调与香港服务香港的这条主线 比如说开门建商就说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 还有我们的任务安排 还有我们的目标等等的一些措施 都围绕着服务香港这个主线 去实施对新香港人才等等的一些措施安排 都是围绕着服务香港 围绕着改革和开放 其他并且相辅相成的要求去铺排的 前海合作区成立十多年来 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定位 与香港专业服务优势有机结合 目前前海已有1.15万家港资企业落户 前海合作区扩容 香港要素将扮演重要角色 前海这种对港开放合作这种定制化 这是表达向性的一些制度设计 无疑会更便利于香港要素跟我们大陆要素的一种产通循环 便利流动 这种便利流动本身就意味着 对港开放合作的定向性 定制化的一些制度安排 就更有利于香港的要素跟大陆的要素双循环 那双循环 畅通循环的过程当中 就是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促进作用 服务因为拓展了香港的资源要素的配置空间 长期以来 深圳与香港的发展相辅相成 而在前海未来的发展中 香港同样也将发挥独特的作用 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 那面向世界的话 我们通过香港这个超级联系人规则的显接 我们也面向世界 参与我们世界的一些制度开放的竞争 相应的话 我们跟香港联动的越多 我们跟香港就情绪 对存此相应的关系就更明显 我们就知道 就更是一种存此与共 存此相应利益共同体的这种关系 那这种共同体的关系的话 我们对香港的服务香港 让香港融入祖国这个大局的作用 会更加彰显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